非洲猪瘟肉品闯关台湾 而走私的报关行 被查出先前已经有41次的违规记录 而现在关务署决定将撤销 报关行的营业执照 不过有其他的报关行就出来爆料了 说海关人员对X光机的判读 明显的训练不足 没有办法分辨问题或物 恐怕只是走私肉品案的冰山一角 而关务署也回应了 未来将会强化人员训练 走私的越南猪瘟肉品闯关我国 现在报关行的业者被查出 先前违规记录高达41笔 且大多都是罚勤了事 根本没有嚇阻作用 不只刑舰院长苏贞昌震怒 官务署也火速裁定 要撤销报关行的营业执照 报关业者已经给他做废照的处分 犯行恶劣 未来业者相关的亲属 如果要再开报关行 官务署也将严格审查 只是这回不止报关行的问题 X光机没有发挥作用 让竹温肉品入境 业者也将矛头指向海关人员 差弃不利 有没有像航警局的这样的严谨 就去上课 这我讲的以上 他们全部都没有做到 海关严重严重的 他的专业知识不够 可能才造成今天的破口 台湾边境一天有近 20万份的肉品需要检验 每份肉品通过X光机时 只有三秒可以判读是否违规 而报关行的业者说 有些海关不但不会分辨问题货物 甚至训练方式也不够扎实 边境检验放行通关 这回走私肉品曝光 恐怕只是冰山一跤 经验不足的 你就无法判定 他进口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没有经过专业 也没经过旁边的 有经验的人指导 当然会误判 一个边境检验大漏洞 让官务署的控管机制 问题也浮上台面 相关建议官务署徐行接受 就怕在一个疏忽 那就不是再教育再检讨 就能够安全下庄 记者陈藏高子瑶台北报导